古域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显示出中国古文化的辉煌与灿烂 玉礼器是中国古域中占有特殊地位的一种玉器 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展示了古人对天地万物的关注与思考 古时候人们进行祭祀活动 要借助于特定的器物 这些器物被称之为礼器 玉礼器就是用玉制成的礼器 在古代玉礼器中 主要有从 碧 龟 黄 张 虎 是祭祀天地四方的神器 中国古域有着显出地位的就是它的礼器 在夏商州时期 从 碧 归 黄作为礼器的出现 从 碧 战国时期流传的和式碧的故事就是这种玉碧 这种也是一种玉壁 这些礼器在当时都是作为统治者 拿来祭祀用 参拜或者祭祀 它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统治当时的 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 这种马蹄形的黄十分罕见 这只黄它的形式十分特殊 一般是半壁为黄 它是成椭圆形的 如果连通过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壁 也就是它现在成的是马蹄形的黄 它们叫马蹄黄 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鲁钉 它的蝌蚪和鲁钉纹这种形式 是一般的黄上和壁上它高矮相等的 而这只黄它错落有着 一个很高 一个很矮 所以这种是无资料可查的 目前是唯独一见 而且它这只黄的庆色相当精美 相当漂亮 层次很好 这只玉龟十分罕见 它是河田碧玉 碧玉所制 碧玉在当时也是黄石所用 就是酋长统治者所用 而且它的玉制很晶莹透亮 它的酌弓相当精美 这是一个涛透面 当时就是用于正习壁栽用的 它用阴线 很简洁的线条 搁了出一幅很精美的图案 像这只三角形的玉虫 十几年前在杭州购德 它的形质十分罕见 成三角形 一般的玉虫 外方内缘 它是外三角形 而且雕工 着工十分精美 十分精美 线条十分精美 这种礼器在中国古域中 是十分罕见 是古域的精髓 它内含着十分丰富的知识 它精美的图案 精良的制作 代表着中国鲜明的一种智慧 对宗教 政治的一些体现 我们进行保护性的收藏 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些 珍贵的食物 以至于他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将这种精神和探讨的 其中的奥妙 能够延续下去 这种礼器 在书本上我们看了很多 食物现在很少 通过这几年 改革开放这些政策 国父名藏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有机会得到这些藏品 体现着宗教哲学观念的 玉礼器本身 也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 玉雕艺术品 这些精美的玉礼器 展示着中国玉文化的 悠久历史与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